大家好 歡迎投資王道 近來有一個比較短的新聞 特朗普又中了肺炎 但是很神奇 先頭就傳他死下死下 才知道三個天就出來看一幅相 他做一幅相出來 我覺得好像當時那個約翰遜英國手上 兩個肥肥底金髮都很疼心 我以為約翰遜牽一幅相 原來是Donald Trump 以為他死下死下 起碼捱兩星期三天就出來了 他的中招會否對選情有影響呢 或者他會否出來又要補阿菲 做多些刺激經濟的事情 我想整件事有很多評論 最初的時候就說陳水扁博同情 又不知道他是真還是假 他是不是真病呢 可能是假的呢 現在有個問題 很大的問題 他有三天出來了 他老婆一起進去 他老婆出來了沒有呢 真的要研究一下 他說他自己是總統 他說他總統不可以一直 好像拜登一樣 整天在地牢裏面 這樣 我想首先是這樣說 是否他真的已經好 我都看過一些評論 就是台灣的醫師說 我們看特朗普吃的藥 其實是有類固醇的 我最近吃過了 我知道真的很嚴重 吃到我 真的衰弱了兩個月 我們都認識朋友 是種了這隻藥 當然年輕一點 我問過他 也不只是他 我認識另外有些人 在這邊也有種過的 問他們怎樣 他說沒有藥的 就這樣吐了 吐好了就算了 如果你要吃得類固醇 就是說你的肺可能是有少少化了 肺炎 你那次不是因為肺炎 你是其他問題 但是特朗普就因為 有這隻新冠病毒 他要吃這個類固醇 證明其實他的肺炎 有少少化了 就是說那個病情其實是有些嚴重的 還有他吸了兩次氧氣罩 為什麼第三天就已經生農活虎 這樣出來呢 那就是那些醫師說 其實吃這個類固醇 是令到你馬上會精神了 因為問題就是為什麼要吃類固醇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 勁過頭 開始打你自己 那你如果一吃類固醇 就按下你的免疫系統 那你就覺得舒服了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那個病毒 究竟有沒有在你的身體裡 究竟是多了少了 其實就不知道 可能多了都不奇怪 那他說其實三四天很難說 他說要多看幾天 看多幾天 如果他還是這麼精神就OK 否則的話 其實我昨天有看新聞 那個醫生都說 他說 the president is not out of the wood yet 就是他還未 其實不知道他真的可以了 所以我們再看幾天 那我想 你說自編自導自演 特意中這隻病毒 我想就講得他太偉大了 即是神動 即是上泊草 這樣講得他好像 就太偉大了 還有你說如果他不是病的 就說自己病 我相信在美國來說 你叫醫護這樣跟你造假 我覺得也有些困難的 所以我想真的是中的 但是問題現在的發展是怎樣呢 我相信美國11月3日 除了是一個美國的大選之外 也都是Donald Trump 可能是希望藉著這個總統大選 就造成一個公投 是什麼公投呢 就是說究竟我們要與病毒共存 好像我這樣 70多歐了 我都不怕的 中就中吧 我們出來照做生意 照經濟去以前那樣 只是好像拜登那樣 躲在那個地牢裏面 就不出來做事了 就好像現在那樣 就是經濟半死 那就選了 我想其實都這樣的做法 不是那個策略是有些理由的 因為你知道總統大選辯論 你知道好像上次那樣 講到都不知道大家講什麼 是嗎 你反而單一議題容易 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你選我 就會重開經濟 不管了 就算會有些犧牲的 都沒辦法 不過我試過 70多歐了 我都沒事 我出來 只是說不是 好像拜登那樣躲在地牢 其實兩邊 你都不能說誰是對還是錯 是不是 坦白說 你說 有些人說我好害怕 我命仔精貴 我不想死 有些人說我不是 我不想等死 是不是 你這樣繼續經濟搞下去 我不病死 跳樓死 所以 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兩樣東西 大家都有對有錯 就造成一個 單一議題的公投 我猜局勢有機會變成這樣 說到總統大選 最近有個新章出來了 我看一幅圖挺有趣的 叫Blue Wave 可以知道 人家說 壓住Blue Wave 這個大選 你解釋什麼 Blue Wave 給大家聽聽 就是Blue Wave 為什麼會說藍色 藍色的浪 因為一直以來 就是所謂共和黨 代表它的顏色就是紅色 民主黨就是藍色 所以開始有人說 特別是經過那個辯論之後 那些人覺得 拜登的贏面就很高 所以就說 他會橫掃美國 你看回美國的圖 全部都是藍色的 贏了 所謂Blue Wave 其實我都有講過一下 如果說拜登真的做總統的話 雖然他說他會加稅 這樣 但是你也要看回 民主共和兩黨 究竟在參眾兩院是怎樣 如果說民主黨是掃光的 還掃兩院和白宮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在現在那個經濟這麼弱的情況下 你知道拜登都是一身同臭味的 老實說 難道真是為民請名嗎 跟華爾街的朋友都幾個朋友 可能他有個藉口說 我不加稅錢 至於花錢 其實兩個都是這樣花的 很多人說 哪個美國 有很多人說 民主 共和兩黨 哪個做總統 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件事我有一些少許質疑的 但是 有一件事一定是對的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花錢 聯儲局哪個做都是印銀子的 對不對 那你好像現在 民主黨佩洛西和特朗普 昨天的市場突然跌下來 就說他們談不定數 那些刺激方案不做 那特朗普就說要1.5萬億 那個刺激方案 佩洛西就說要2.2萬億 那就是說民主黨還要花錢 還有我有個看法 當這個拜登如果真的上台的話 我的感覺是這隻病毒會馬上消失 這個我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傳媒不會再攻擊總統 現在為什麼想攻擊特朗普 有什麼最好的藉口 繼續一直不斷唱衰他 就說整天有病毒 這個究竟是不是真的病毒 只是政治還是不是政治 我其實偏向這個病毒 是政治多過衛生議題 到時拜登 他做了總統 他跟傳媒朋友 那些傳媒人馬上說 沒事了 這個總統做得處理得很好 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就沒事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民主黨做了 其實都是最主要是印銀子 你肯印股市不是升 那我也覺得 其實誰做呢 可能如果最初那一天 你可能也有少許震盪 但是之後呢 其實都是會升的 所以我都覺得 我想現在這麼Efficient的市場 所謂第一天震盪 可能半天都沒有 那也是 像你所說 Donald Trump那時候也是 第一天跌一千點 可以 你到開始都只剩下五百 是 隨時連跌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 那我覺得始終 你說很快地大升 已經是歷史高位了 差不多去到 那我又覺得不會的 但是 大一點就不會 那歷史高位 那歷史高位一樣 又是歷史高位 我們看看 福徒 Donald Trump搞了幾年 冒戰 又說要為了一個冒赤問題 針對中國 誰知道 也就是說賴疫情 不知道賴什麼都好 美國的貿赤 反而十幾年的新高 為什麼呢 其實 美國 這個 只是代表 美元仍然都是 在世界是一個很主導的地位 因為美元能夠 就是叫做 除它這樣印 那 大家有接受 是不是 所以它才可以去亂買東西 它亂買東西 那才是貿赤會上升 是不是 所以其實 Donald Trump說 要解決這個貿赤的問題 根本是一個偽命題 如果 美國是沒有貿赤的話 那就證明 美元 就是終結了 美元就完結了 美元 只要有一天都 美國有貿赤呢 就代表美元不死 未死 我想 我看它的解釋是這樣的 因為美元本身 就是自從這個所謂 Bretton Woods 它確立了世界 國際貨幣的地位 就是被它瘋狂地印 瘋狂地賣東西 然後取而代之的就是 為什麼它有這樣的特權呢 就是它要承擔 就是它要當這個世界警察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交易 仍然 其實過了幾十年 都仍然 某個程度上 都仍然在工作 這個是我分析 所以 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 如果真是解決消失的話 那就證明美元完結了 我記得讀大學經濟的時候 Milton Friedman在那裡寫一些文章 他說 貿赤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你買人的貨品 簽一張紙 即是發張美元給它 就買了人的東西了 那我給一張紙就搞定 非常之好 那都是一個能力的象徵 變成是 其實很多國家都很想好像它這樣 是不是 寫一張公仔紙就可以買人的東西 不過暫時做不到而已 暫時還是美元是罪惡 OK 那講到美元霸權 有另一個蘋果霸權 很多人用蘋果手機了 我剛剛收到蘋果的Imitation 據我 13號就是下個星期 就是看看它的發佈會 那它的題目就是 High Speed 那當然是5G 即是新的5G iPhone會出現 過往來說 蘋果有新iPhone之後 股價來講 有時候都會錯一錯 但之後來講 又會很好賣 又會股價爆升 那這次來講 會不會是事前吸收一些 蘋果股票會有傻 我想你短炒的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蘋果的問題就是 在7月的時候 一刷四天 已經升了一層了 沒有厘頭 升了40幾個% 當然之後調整 跌下來 但是都沒有跌 所以我覺得 蘋果現在的股值 真的挺瘋的 你說長渣來講 當然我有很多朋友 之前很久以前是渣去的 那些人就說 我不管了 便宜在一邊 那就算了 但是你說 現在再衝進去 是不是真的很值得呢 如果學學習喜歡玩的 不如不玩Tesla 好像賭大小 每天都要賭大小 沒有什麼理由的 不過夠膽就可以了 蘋果反而我覺得真的 那個估值 還有它真的沒有Tesla 那麼瘋 它都是 它都有個譜 所以我覺得它的估值 都是比較高的 短炒就說 過了一手人 消息一下 因為始終有消息 始終有新機發佈 通常都是對它有利的 OK 那些人比較穩陣 就喜歡一些穩陣投資 政府又 將會 由發行一個 100億至150億的iBond 和通脹掛鉤的利率債券 但是保證最少兩厘 那些人都說 最後都是兩厘的 那你如果是有閒錢 你覺得買就買得過 我想其實 如果是買了它 立即買了它 那都OK的 可能賺幾夠水 那我賺幾夠水也好 我們講的辛苦 可能都是幾夠水 因為就實賺的 因為你通常都是超過訂閱的 所以一下子 然後彈出來的那一刻 一定 通常都會賺的 那現在 但是有個問題 過去 即是說去年或者前年 跟你說 香港的財政儲備 哇 洗期都洗不完 我想大家都相信 但是不是的 現在發覺 原來一年就可以 肥了幾千億的了 不是很多幾千億 因為你繼續這樣搞下去 可以很快就洗完 那麼 留意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最穩實的方法 就是營購 然後之後 第二天就沽了它 通常 以往的經驗都是 賺幾夠水 因為那幾有年期的嘛 當你收四年息 每年收兩厘了 我就不中通脹分了上去 那就是8% 如果有幾個%賺 為什麼要等幾年賺 不一次過賺掉它 是的 所以這個可以當幾塊水 這樣就玩一下 嗯 好了 最近強積金有個統計發布 剛剛成立了20周年 原來20周年香港的強積金 平均拉雲4.2厘 就略高於這個通脹 那好像強積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那是一個穩健投資 大家繼續去供給強積金 你說4.2厘是否可以 還是如果有閒錢 有些人就繼續供上 今天稅務優惠 但是如果在閒錢來說 是不是應該有些好投資 會比較相對穩健 不要Tesla就不要計 那跑完4.2厘是否也不是太難 那賭神都 股神不是賭神 你說他賭神 股神也有說 他說你就可以賣XPY 賣標普500指數的ETF 就這樣說 過去20年 XPY一定跑完4.2厘 恆子就很難說 那你基本上那個強積金 那麼多隻選 我又不知道他怎麼說 說可以4.2厘 平均來說 我估計大部分都是投資下去恆子 當然可能有部分投資 還沒估計都不奇怪 我記得都可以選強積金 今天有些選美股基金 但是 學習你都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 但是 其實 不如就學股神所說 就這樣 XPY就算了 即是標普的ETF 追蹤標普資訊 沒錯 那不要追蹤恆子 因為真的過去20多年就浪費了 是啊 好 那講到標普 我們講美股 又有一隻美股 挺有趣的 股神都認輸走了 西方石油40多元 買下去 我猜上20元就走了 那現在又下回 又下回9個多 現在上回10元 那技術指標呢 有少許背遲 博反但OK 但是石油股來說 這隻還會不會玩呢 其實我覺得呢 都有人繼續推介這隻股票的 那我覺得 都不是不可以 但是那個問題 我覺得 如果選擇的 我倒不如選擇XLE 就是我之前推介過那隻石油 但是都很軟弱 那一定是軟弱 大家是石油股來的 但是 始終西方石油 有它自己個別獨立的風險 因為它始終的債比較多 一會兒它真的資金斷裂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它會撿的 但是 可以很傷的 但是 ETF不同的嘛 整個指數而已 你買石油業而已 老實說 如果整個石油業 最後是會消失的 是會被消滅的 就是當拜登上台 要消滅了石油業 將石油高管全部拿去問掉啊 因為是共和黨的金主 石油業 其實兩邊都有頭的 只是這樣說而已 我只是開玩笑這樣說而已 那你 除非真是石油 說到未來十年不好 大家不用了 石油變成煤一樣的 那當然是死了 你買ETF 買OXY都死了 但是不是的 你反過來說 說了幾十年 經常都懷疑 又說沒有石油 又輸出煤 說了這麼久 都未發生 不是的 始終它都會上回去的 四十幾元 可能上到六十元的 你不要理 或者雖然五十年之後 可能一些人不用 但是或者過了這幾年 五十年之後 可能沒有有用 什麼都掘了 那你可能去到六十元 總之這三幾年 你那些石油股 就升得很厲害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是看這件事 你寧願買一籃子 你就不要只買一隻公司 當然買一間公司 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真的可以 可以升四、五倍 也不奇怪 是不是 但是問題是你買XLE 就大為一買下去 我給這些指標 但是現在大概三十元左右 昨天因為談不通 這件事 就打了下來 跌穿三十元 但是它在說六月的時候 即是我們說 我們放了OXY的時候 那時候二十幾元 其實這件事都炒了四十幾五十元 那你三十元炒了上五十元 即是說六月的時候 都很厲害 雖然沒有一倍 但是你始終是ETF 你可以夠膽買多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我覺得兩隻都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XLE始終是一籃子 除非整個石油業消滅 那就沒辦法 但是如果整個石油業消滅 OXY都死了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或者控制住馬 我們有個朋友經常說 一著六贏 一著六贏 八年一遇 真的中招的時候 很糟糕 贏起來很多 這樣說 控制住,所以我就說,OXY的那些,你未必有個柱子,這麼快,這麼大 但如果XLE的那些,因為整個指數,可能你會夠膽一點 那好啦,那我看看下個禮拜又來一個,下個禮拜一個施政報告 可能我們要講完兩句到時候,好啊,好,拜拜 我們再評論一下,拜拜 MING PAO CANADA!